Hello大家好,这里是珊珊眼花,我是珊珊 今天咱们和大家来好好地念叨一下先客来这种花 大家第一眼看上去一定觉得这种花特别的喜庆是吧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种花 不过我喜欢它长得好看倒只是一部分的原因 还有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咱们在去进货的时候 一般这种花在快过年的时候是最好卖的 因为有一些卖家在介绍他们的时候 总喜欢说这种花招贵人赢贵客 而且还可以增财天赋 看看咱再加上这四个字之后 是不是这种花仿佛就立马更加好看了 先客来这种花除了先客来这种名字以外呢 还叫做萝卜海棠兔子花什么的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觉得它原来的名字是最好听的 不过虽然说这个先客来它的名字呢 听起来中国风满满 但是它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搏来品 它的原产地是希腊、叙利亚 还有这个黎巴嫩等地中海地区 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呀 不知道是谁给它取了一个这么好听 而且呢 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寓意的名字 一下子在咱们的国家就火了 要知道这个先客来在早期的英国呢 因为猪很喜欢吃它下边的这个囚径 所以说它还曾经被英国人称为猪的食物 但听着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待遇差了十万八千里 先客来的种类吸收起来呢 也有不少 那像我手里这一盆 在里边这个形体算是比较大的了 平时我们卖的都要比这个要小 但是我这次去拿货的时候没有看到 只看到了这一种 那像这么大的一盘 三十厘米的高度 这个花罐也差不多三十厘米的 这样的大花先客栏呢 价格在十六七块左右 也可以说得上是相当亲民的一种花卉了 而且有一点不得不说的 就是它的这个花期特别的长 一般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二三月份 基本上都是属于花开不断 如果说您平时觉得家里这个色彩比较单调 想要丰富一下居家的环境的话 这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平时在养先客来的时候呢 有些资料说这个先客来这种花呢 怕冷又怕热 但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养护经验中 我觉得这种花其实确实是挺怕热的 只要是一热或者是一闷呢 这个叶片就会软啪啪的打蔫了 不过咱们及时的去给它浇水 或者是给它喷洒一点水之后 咱们再给它换一个环境 很快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怕冷这方面 我觉得咱们北方这边的室内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家就是北方 这几年每年冬天 他们都可以活得好好的 咱花友圈里啊 就有一个老花友说 几乎是零度的环境 他都可以活得不错 不过这一点我自己没有去实验过 那除了这个温度方面呢 其他的这个花土方面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花里边自己带的是什么土 这个咱们按照它里边的 原来的这个 大概的去给它配比一下就可以了 只要记得是疏松透气 偏弱酸性的就可以了 总体来说呢 这种花花香精致 花香宜人 而且寓意十分的美好 咱们适合放在室内书桌 阳台点缀一下家居 而且它还可以吸收二氧化硫 把它转换成无毒的物质 改善咱们的空气质量 综合推荐指数呢 必须是五颗星 好了 氧化其实并不难关键在经验 我是珊珊 想要了解更多的花卉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不要忘记保存最后的养护使用技巧